這個包餐用餐的氣氛 真的感覺很特別 不像在餐廳用餐 因為我們希望說 讓它這個區塊有家的感覺 所以呢 我上一次在基隆的部分 設計的這一道牆面是白色的 我記得白色的 對 那我這次就是 讓它多了一點木紋的設計 比較溫暖對不對 對 那它其實整面的概念 是希望從外面的客戶 都可以從窗景直接看進來 就看到就是感覺 就是有一群人 他是在自己家裡 一起在用餐的感覺 對 有客廳的感覺 這個感覺是溫馨的 而且不像一般餐廳的設計 因為餐廳不可能擺一個 這麼沒有質感的書櫃在這裡 對 我們非常強調說 這個人文的部分 也要融入在這個空間 那我這邊有個問題 想問設計師就是像這樣子 是啊 它可以算是書櫃 展示櫃 適不適合用在我們 就是居家設計狀況 可以啊 其實它非常靈活 如果你有一個大面的牆面 想要做這樣子的設計 也是OK的 它可以做成書架 也可以做成展示櫃 當然你如果要跟電視櫃融合 也OK 真的喔 可能就是它開方塊的地方 就是不太一樣 對 然後我可能中間是放電視 其他的地方 就可以當展示或是書櫃 對 因為它的配比來講 它其實也是滿不規則的 那我是覺得這樣 會比一般的書櫃來的 有趣 很有趣 有一個造型場面 另外在這裡各位可以發現 我覺得連鎖店 當然是要有一些地方不太一樣 但大致上還是精神要一樣的 對 所以這個燈 這支吊燈也是也有跟上回一樣的 也是一個方塊的 空塊的方塊燈 對 所以這個地方用餐 感覺就像在你家裡一樣 就是這麼溫馨自然 對 在外面其實夜景的時候 非常引人注目 就是它也有櫥窗的效果 妳用了大片的落地窗 就是白天採光 晚上可以讓別人欣賞我們吃飯 對 它夜景的燈光效果實在很好 很好喔 當然這邊其實我們除了一邊 是大片落地窗 在這裡其實隔壁也是另外一間 包廂對不對 對… 我們不希望說它會互相干擾 所以我們這裡有三個包廂 我們都這樣子做了兩個大片的玻璃 直接貼指紋的玻璃貼紙 這個指紋玻璃貼紙 也是跟我們的格柵有呼應 當然是說燈光上 我們就不會說 馬上穿透看得到裡面 那也不會覺得太封閉 如果我給它是一個石牆 那這個空間其實就好像不能呼吸 很擠的感覺 有壓迫感 其實我家裡比較裝潢 如果我希望我的空間 不要有壓迫感 小空間的時候 我其實也可以運用 像這樣子的條紋玻璃對不對 對… OK 對…